好 現在我們接下來一樣要來看一下點測光 在人像攝影的時候 遇到一個反差比較高的環境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運用 我們有看到另外一段影片是白牆 那個時候拍起來它其實是會偏暗 可是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環境 這個環境整個其實就是暗的環境了 不像白牆剛那個是亮的了 那如果說我們現在使用的是矩陣測光的時候 你拍出來的照片 我們來拍張矩陣測光看看 好 那看一下照片 矩陣測光拍出來的照片 你就會發現整體就會偏太亮 那一樣我們來運用點測光的特性來看看 雖然這是一個反差很高的環境 背景也非常的暗 但是一樣我們可以去尋找 model身上的膚色正常亮度的地方 那我們從這邊看就可以看到 在笑笑這個地方 靠近臉頰這一區 這一區的膚色亮度其實就蠻正常的 我們就可以把點測光的測光點 對準膚色這一區進行測光 好 那測完光之後 我們把測光表調到精靈的位置 就可以開始拍攝 我們來拍張看看 那這一張拍出來的畫面 亮度就跟現場非常的接近 這個就是點測光帶給我們的好處 即使你遇到是一個反差非常高的環境 你對測光還是可以很自由的去掌控它